本院委員李昆哲、林戴華、曾義軍、趙天寧、邱志偉等15人針對台灣電影文化中心籌建計畫案 於96年行政院新聞局決議以中央出資興建方式分設南北兩館台北縣設於新莊複渡新高雄市設於美術館內圍背文化園區 或於100年9月經建會審議決議為提升產業附加價值提高計劃、市場率並加強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新北市採取BOT、高雄市採取ROT方式辦理 亦或北高梁市政府權力配合為本案在今年移交文化部後日前卻提出不排除朝向一個管 並請高雄市政府比照新北市BOT模式讓本案再次回歸原點 給予中央政策發展應有延續性 以及事權專一之原則原始要求本案仍應繼續維持96年之決議 給予南北平衡之電影文化 本月委員李坤澤、林黛化、政立